在昨天晚上中国南篮红队以86比63大比分战胜对手后,成功进入到本次亚运会的决赛。 对于中国南篮来讲,时隔八年再次站在亚洲篮球的巅峰舞台上,无疑让这批年轻球员非常兴奋,尤其是在上次亚运会南篮级拿到第五的成绩,也是中国队参加亚运会以来取得的最差战绩。 而这次中国南篮再次打进决赛,赛程有力是一方面,而最为关键的就是球队实力的提升,而且还是在双国家对政策的前提下,打进决赛无疑是对球队最大的肯定,目前红队的打法非常明确。 内线以周琪为主,外线有丁燕宇航作为核心,两人的能力在亚洲来讲都属于顶级,而这也是球队的优势所在。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,周琪与丁燕宇航组成的小丁佩奇组合,在第三节的一套组合拳带走比赛,两人全场合力砍下36分,21篮板,成为中国台北队的梦魇。 而进入决赛,面对老对手伊朗队,这支年轻的球队,也迎来了本届赛事最大的挑战,由哈达迪领衔的伊朗队在半决赛,战胜上届亚运会冠军韩国队率先进入决赛,而红队在此前比赛当中的优势当面对伊朗队时,也稍落下风。 虽然哈达迪已经年满33岁,但他对于球队的牵势作用还在,尤其是对于球队的串联作用非常明显。 在战胜韩国队的比赛当中,他个人就送出巴基助攻,再加上外线的巴赫拉米,伊朗队的实力不逊于南篮红队。 而对于红队来讲,最大的弱点就是在缺少了赵继伟后,球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后卫来串联球队。 赵锐、方硕、孙明辉虽然都能控球,但说到底他们还是偏攻击性后卫,无法给球队带来有效的串联。 中国队一路走来,凭借内外线优势而将这一缺点掩盖。 不过一旦面对伊朗队,内外线打不开,这一弱点就会被无限放大,会让球队陷入不利。 面对内外线优势同样明显的伊朗队,中国南篮红队的优势就是年轻。 周琪家王哲林的内线双塔组合,要敢于进攻,消耗对方防守,而不能落入阵地进攻,一定要打出自己的节奏,才能掌握球场上的主动权。 这一仗也是对球队最大的讨厌,能否重回亚洲南篮的巅峰,就要看这方年轻人,是否经受住这次讨厌。 中国队,加油!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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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